1月31日,大陆官方公布,今年1月,PFI为51.3%,创8个月新低,其中,新出口订单指数跌,一年来首次跌破荣枯线。 分析指,此事受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所致,据《苹果日报》报道,由于美元大幅走弱,人民币近日猛涨,上海人民币及期汇率31日傍晚官方收盘4.30分,报6.292元对1美元,为近两年半最高价位。 按此计算,在按人民币1月升值了3.4%,创下1994年汇改,以来最大单月升幅,声势迅猛程度惹人关注。 市场人士称,本轮人民币走是属于美元走弱背景下的被动升值。 同日,中共国家统计局,核无留于采购联合会联合公布的宏观经济,先行指标显示,1月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I降至51.3,低于调查域估中值51.5,创8个月低点,大陆经济开局,呈缓慢下行态势,其中,P&I分享数据显示,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为53.5和52.6,分别比上月回落0.5和0.8个点。 新出口订单指数比上月下降2.4个点,至49.5,环球外汇31日援引中共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高级统计师赵庆和相关的点评称, 调查结果显示,17.4%的出口企业认为人民,已会率波动给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不利影响,比重比上月上升2.7个百分点。 据大陆官媒报道,中国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师陈忠涛相关,点评说,由于人民币升值,出口波动明显,受此影响,装备制造业,大中型企业生产活动有所下降。 据香港经济日报,31日报道,大陆1月PMI讯遇期,有分析师认为,新出口订单意外地出现于一年来首次跌破荣枯渐,一定程度反映人民币升值对出口的不利影响,正逐步浮现。 横峰银行研究院宏观团队的蔡浩和李海靖表示,过年因素,叠加中美贸易摩擦引发的人民币对美元的强劲升值,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出口。 九州证券经济学家邓海清认为,1月PMI出现一定程度下滑,主要在御林近过年的季节性因素以及出口的回落。 LDQUO,目前经济下行压力处于高位水平,2018年经济较,2017年大概率下行而扣。